早上八點 昨天早睡的 今天就早起 看一下車裡的水氣 要看鏡子就知道了 然後看一下車裡擁擠程度 睡袋這麼大 但是中間已經起的就這麼點了 放上鞋放個熱水瓶都放不進來了 還不不要想說加什麼才暖 今天要翻山了 所以說頭髮要給它摘起來 精神一點 主要摘起來不容易都會 不容易打劫 出汗不容易大大在臉上 這水有點不對勁 蓋上帽子 現在吹風還是很難受的一件事情 騎車吹風 昨天吃晚飯吃的比較晚 然後又沒運動 不怎麼餓 所以今天早上 就砍一個餅子吧 就砍一個餅子吧 糖餅 酥的 油酥豆沙餅 甜的 嗯 這當早餐吃的正好 吃完就收拾東西 現在看著床鋪有點頭疼了 現在收床鋪變成一件很艱難的事情 把它捲起來都困難 你看 撿完這麼大 我不好壓縮呀 我床墊可能 不能塞進去了 塞不進去了 你看裡面 因為裡面擠太多東西了 現在只想撿東西 不想加任何東西啊 根本就受不了 太擁擠了 剛才有個女的管理 女的這個市場管理人員過來 趕人了啊 一直帳篷的話 人家就覺得影響不好了 就變成露營了 就不是停車了 所以以後還是挺麻煩的 以後最好是 在荒郊野外紮營了 可以去村地買物資 但是不要進村紮營了 現在收拾真的是有點難度啊 收拾了一個半小時啊 現在東西太難收了 全部收拾完畢了 剛才去超市買了一桶喝的水 然後讓它贈送了一瓶自來水 大瓶自來水 真的太重了 光這水都提了三五十斤 這個小區的小廣場上面 就有一個做核酸的 所以我現在去那做核酸 然後從這裡直接出發了 因為這邊離國道很近 這邊直接可以去上國道 這小區這邊挺方便的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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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这一次我真想贴见你的怀里 喜悦的哭泣 像个孩子一样 这小小的空间里音乐响起 美妙的旋律 围绕着我和你 难道你还在怀疑 这一切没有意义 五六六国道 还是踹掉 十多天没有推车爬坡了 十分怀念这种感觉 先放这 差不多就是爬了七层楼高 二十来米 我最高的这个长度是爬过三十米高的 那个就比较陡 还没完我要先去把车给助力车给推上来 然后继续上坡 已经拉出了县城了 好累好累了 现在全身又是大汗淋漓 往下滑 这个应该是绕过去前面那座山 就是今天我要爬的 先会继续努力 拉了几百米的大陡坡 感觉人快不行了 这边太陡了 这一波拉了快两公里 拉了快两公里 没有给我一个卸脚的地方 一个停车卸脚的地方都没有 这海拔爬上了 往那边看 差不多三十层楼高 爬上一百多米了吧 我的车在那下面呀 等下这一口气从这边 绕那边 从绕过来 差不多两公里 他就没给我一个歇脚的地方 这边水渠根本就不能停车呀 我在拉到上面去的时候再歇会儿 他这个全程就是从那边绕过来这边 然后从这边绕过来这边 然后从那边再绕过来这边 再绕过去 今天的目标就是翻过眼前这座山啊 能翻过去就行 反正到晋宁县有两座山要翻 然后过了晋宁县路就好走一些了 总归呢就是进入白银之后 进入白银市之后 路就会好走很多了啊 坡肯定还是会有 毕竟高原嘛 但是就不会翻这种大山了啊 我是从建材市场 这边 这边 然后走国道 走到这边 翻到这边来了 然后这边是小路哦 这个 这边小路没走 今天大概率我就是翻到这个交汇处 到交汇处这里扎营就完了 我再往后面走 太远了 到下个镇子太远了 南湖镇 太远了 今天只能翻出现成这座山 在这吹着风 然后把我最后的一个大梨子给吃掉 就下去推我的山地车 刚才真的爬这段大陡坡爬死了都 这段坡的话 应该在30度左右 我骑空车都要带三格垫 才骑得上来 5点半了 我把床车给 耗上来了 这个 从这里 看县城 都在脚下 都在脚下 boui Guide 梦 阳望蔚栏的天空 drew 小 开藏尽了双臂 我box如烟云 都 随风 而飘散 笑对生活的苦涩 追逐心中的理想 无论何时 心中都充满力量 不怕刺骨的寒风 不怕路上的惊奇 感谢这一路上坎坷 将我魔力 总有要听的风雨 总有做完的戏剧 就算命中注定 我也要改写结局 感觉这个拐弯过去 就可以骑了 离我预定的 扎营的路口很近了 就是出城的两条路 汇总的地方 还不可以骑呀 难道这就是这边的 这条小路 也不像啊 三叉路口 已经七点钟了 我不想再往前走了 就是你我预定的 那个三叉路口 还差一点点 但是这是一个村口了 这是一个村口 我想就在这里 这个路口这里 找人睡觉 因为我车停在那是路 再往前面去 大概500米就到那个路口了 但是我有点怕 就是那个三叉路口 是没有地方停车的 过去了之后 没办法住车睡觉 三叉路口车多呀 所以今晚准备就在这里了 感觉 感觉我这样停车很棒啊 就是进来的车也撞不到我 进来的车也撞不到我 然后出来的车 它也撞不到我 因为它走这边 对 然后就是也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你路边稍微远一点点 没那么丑啊 会也没那么大 挺好挺好 还好昨天排骨汤炖好的 今天骑得比较晚 比较饿 然后抓银天比较黑 就不会太麻烦 直接排骨汤 给它热了 然后把菠菜扔进来 就可以开吃了 今天复盘了一下 大概到这边 从无线级建材市场到这边是8.5公里 8.5公里前面大概1.5公里 是平路就骑过来的 就出现成之后 就开始爬 今天爬了差不多7公里 我10点半出发的 然后接近7点钟 在这边 8个小时左右了 爬了8个小时的坡呀 是真的 就早上就吃了一个饼子 路上饿了 就又塞一口一口的饼 又塞了大半个饼 这个口上车很多 就是出租车跟私家车 摩托车都很多 但是下半夜应该没车 我的车太大了 不然的话可以睡到这个帐篷里面去 明天20公里 到下一个镇子 希望第二座山在镇子之后 反正说这两座山 近镇子让我休整不济 然后再往金林县那边 就很近了 他们说现在白银的 白银市的惠宁县 也有口罩政策 未必进得去 新娘惠宁县的话 也还是只有在金林县蹲着 现在我一说 我是要往新疆方向去 就很多人跳出来指责我 说我影响防疫呀 影响什么 扰难什么 给新疆添麻烦什么什么的 我就觉得特别好笑啊 我是要前往新疆 我的目标是新疆 但是我也没有说我要在口罩 口罩政策的时候进去 再说有口罩的时候 我进得去吗 有口罩的时候我 肯定是不会进呀 对不对 我只是说我往那个方向去骑 等到什么时候口罩政策 没有了 我在进新疆 那除了我骑行的以外 那还有货运的呢 还有自驾的呢 还有返乡什么 返乡进一疆的人呢 那么多人 你怎么说我骑行到时候 就是给社会添麻烦 就是给防疫添麻烦 出行这种事情 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出行 都是合理的 只要政策没有说 全国进入静默模式 那大家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不要自己不能出门 或者自己不想出门 自己没有时间出门 就要抨击别人出门的 这是不合理的 这是有点偏激 或者说有点 有点自己的情绪 政策是指导我们 不要前往高风险的地区 中高风险的地区 那肯定有风险的地区 我都不会去嘛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去 中高风险的地区呢 我是嫌命太长吗 还是嫌我的身体太健康啊 它如果是半年 它处于高风险 我半年我都不会再 不会进去 环县大西北是我的梦想 但是因为口罩政策 完成梦想的路 非常的一个崎岖 当然我出门的时候 是没有这样子的 出门的时候 没有说这么多口罩 它是后面才变成这样的 那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或者是我根本无法预料到的 我也无法决定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只能是避开 让开 或者说尽量 保护自己的同时 也不给当地 添太多麻烦 有人说 拿个现代口罩 你可以返回去啊 你回去啊 返回去 好像说的那么简单 好像每个人放弃梦想 是那么轻易 那么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这几个月来 我真的是拼了老命 费了那么大劲 跨越了五个省 才终于到大西北这边来了 这个时候 你们再说 叫我放弃梦想 回去吧 我觉得就是 这种就好像 就是别人已经在梦想的门口 你把别人拽下去 九点钟了 吃饱了 准备铺窗 看到这个 我都有点头疼啊 真的是 真的是